而且它的location也很重要 譬如講你身者是用這個攝影機 那你攝影機放的location當然重要 你攝影機正對它跟測對它 那麼你量出來的結果 當然不一樣 所以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也要想看看你攝影機應該放在哪裡 距離應該多少 跟你攝影機的功能 跟你攝影機的規格的功能 所以不是說隨便你放著就去做實驗 這個就要輸出 好不好 那一部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再來往下 我們再講一些這個系統的特性 這個就很重要 因為我們做system digital 之後 就是要看看系統的特性是什麼 什麼是我們系統的特性的特性 那我們要看考試問8了 我們要好好看這個特性 那你要怎麼樣做好你的system AI 你要先分析一下你的系統的特性 因為系統的特性啊 跟你選 多長要量一次data的關係 你不能說啊我量一波data也好 不一定 你那個data的頻率越高越好 比如講說我0.01秒量一次data 一定比0.1秒好 不對 這個是不對 因爲我們比0是escript model 不是continual model 所以時間的大小 做systemal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要講這些的道理 什麼樣 好 我們一般的continual model長得像這樣子 那就是譬如講 那個可避那個系統m w' plus 0 w' plus kw'等1 那w' plus 2 我們把它寫成2 rho omega n' plus omega n' square w'等1 1 over m e 我們為什麼這樣寫 我們就馬上要跟各位介紹了 一般來講聽著這樣寫 馬上我們的特性就有了 那這個ome n 這個定義是這樣子 比較好看 這個ome n 定義是這樣 這個ome n 定義是 這個ome n 定義是 這個rho 是代表 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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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2m ome n 好 這裡不疑 我們來看 那麼 第一個 這個我們叫做damping ratio 它是多少%的damping 它是多少%的damping 針對這個ome n 還有多少%damping 我們一般都是 比一般的工程師講說 我真有多少%damping 是這樣定義來的 然後這個ome n 我們叫做nature frequency 什麼叫nature frequency 假設我沒有damping 假設我沒有damping的話 它的frequency 就是nature frequency 沒有d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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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damping的話 這個就是這個系統的頻率 所以我們叫它叫nature frequency 所以我們叫它叫nature frequency 這個zeta跟opega n的比 它的b在乘上r 它的b在乘上r 這個zeta 我們叫它做damping ratio 它就是針對你那個frequency 你damping有多少% 我們講 有時候要講1% 0.1% 0.5% 5%damping 3%damping 就是這個意思 一般你呢 聽人家工程師要講 我這裡有多少%damping 對每個frequency 都等不一樣 對這個frequency 我也0.1%damping 對那個frequency 我也0.2%damping 好 那麼我們叫做 這個damping ratio 它定義就是選了r 所以2肉 2肉 m 上面有一個2肉 m 所以肉講0.1的話 就 哦!乘到0.1乘上m 那因為 我們現在所有的structure 像這種high-vice unit 我們都不曉得它的damping 大概是多少 一般來講 一般齁 因為這個damping是很難 damping本身就不是一個線性的 它是一個微線性的 那一般的結構的工程師 或者這個體目工程師 一般都是假設 它是大概是1%damping 所有mode都同樣是1%damping 好嗎? 那這個1%就是代表這個肉的意思 所有frequency都一樣的話 就是這個ratio 這個肉 跟這個omega n 所以omega n不一樣 但是它的肉是一樣的 那代表它的z 哪每一個分子都不一樣 這個叫做 我們叫做damping ratio 所以你只要聽到人家講 在那邊分子有多少% 就是講這個 10%代表0.1 1%代表0.01 這個就是一個definition 但是在eigenvalue來看 對不對 從那個eigenvalue 它就是有這樣的eigenvalue 從那個解出來的eigenvalue 它的paw 就是它的paw 從那裡解出它的root 它的paw 就是s12 它有rho omega n plus minus i omega n square root 1-rho square 對 那你假如解那個方法是 解這個odinology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會發現說 它有兩個paw 它有兩個eigenvalue 一個就是正的i omega n 一個負 i omega n 那中間有個square root v1-omega square v1-rho square 假如ro等於0 ro等於0 很明顯的就是 i omega n 正負i omega n 對吧 沒有dending 那就那個 那個odinolog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是只有正負i omega n 那它就是平率 它的正負平率 所以為什麼eigenvalue 會是複數的就是這樣子 它只是一個數學的代表平率 它的平率是ome n 所以我們不要碰那個i 那個i後面那個字 那個值 在物理意義上來講就是頻率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 這個叫它頻率 這個r 就是在解這個數學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用它來做 所以用complement 好 這個有很多狀況 我們特別這樣寫就是因為 我們一般的structure 這個都很小 low都是很小 就是大概1% 2% 最多不會超過5% 那一般都是0.05% 就是這樣 所以寫成這樣 好嗎 所以才會寫成這樣 以omega n為主 這個為輔 你懂嗎 一般來講 這個比方的 這個比方的 比較大 肉都是比較小 一般的 我們叫做 固理系 應該這樣子 好 好 那 equilibrium power 你說 在這個 discreet time 的 lambda1 2 discreet time 的lambda1 2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es dlt 就是1 然後這個 乘上 正負 i omega n 這個 好 那我們把這個改成 seta 把這一串 把它看成seta 看成一個角度的話 把這一串 看成一個seta的話 那麼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r 把這個當成r 把這個當成r 這個當成r 把這個當成seta 我就可以寫成r1 t plus minus i seta 那這個r什麼意思 這個seta 什麼意思 我們這個seta 討論那個 因為我們做出來就是這個 discreet time 所以你discreet time解釋